学习弟子规之成果启示 学弟子规治好了焦虑症 胡晓琳讲述 学弟子规治好了焦虑症 大家问我学弟子规有什么好处 我敢给大家说 肯定不得焦虑症 这一条我给你保证 我就是这么好的 我学弟子规三个月之后 我明白了因果 了解一切法由心想生 心善身体就会善 这辈子吃多少饭 喝多少水 活多少年 生鸡个孩子 是定的 不是你想就能怎么住 这句话把我这焦虑症给救了 原来我这一辈子是白忙了 该来的就来了 该走的就走了 这不是您住极能解决的问题 我就是然 就试住放下 试住敦伦进分 试住断恶修缮 慢慢变得心平气和 后来我觉得莫必要吃药了 我就找大夫说 我可以停药吗 他说 你不能停 你停药 我不负责任 我自己就试住慢慢停药 三个月以后 我就彻底停药了 我再回去看大夫 大夫都不相信 他说我这整个心理检查的指标 全部都恢复正常 我说 挂您的号要花两千人民币 还得排队 我学弟子规 这本书一块钱都不到 就好了 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你这不一定究竟我说 我就得跟别人说 我这绝对究竟 我给你做证明 我这磨重的焦虑症 服药十年 还能摆脱药物的纠缠 这怎么不灵 最后大夫也向我拿了一本弟子规看 我正常判导 你还能打费 咱们 我这都只是 这么多那帮 好的 你怎么证明 那里 这一段 这辈子 很细合 大夫 证 Bab 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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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